颱風目前中心位置在 鵝鑾比的南方大約190公里的海面上 因此稍早在11點左右 它的暴風圈已經接觸到我們台灣南端的陸地 我們預布它會未來持續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還是要提醒 在台灣東南部海面 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 跟台灣海峽的航行作業船隻 還是要嚴加戒備 而刷哈暴風圈的影響 屏東地區尤其恆春半島 特別要留意風力比較偏強 下雨情況也都會比較偏持續 我們再看一下未來一週的天氣 在今天早上8點的預測圖 可以看到在台灣南端是有個9號颱風蘇拉 另外在東側有個11號颱風海葵 另外在更東側有個人類性地氣 13號編號 整體來說台灣是處於一個大的低壓袋的環境的影響 未來其實整個低壓袋的環境持續笼罩在台灣附近 在未來在這一週刷低壓袋的影響來說的話 台灣附近的天氣是比較偏不穩定的 而由於這三個天氣系統 這三個熱帶性低氣 都是處於在一個大的季風低壓袋裡面 它之間的交互桌的影響是非常的複雜 相局將持續密切觀察 大家好 強烈颱風蘇拉在過去3個小時 它的強度略為增強 中心風速從每秒51公尺增強到每秒53公尺 而它的暴風半徑也略為擴大 從180公里到200公里 我們可以看到颱風目前中心位置在 鵝鑾比的南方大約190公里的海面上 因此稍早在11點左右 它的暴風圈已經接觸到我們台灣南端的陸地 我們預估它未來持續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還是要提醒 在台灣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 跟台灣海峽的航行作業船隻還是要嚴格戒備 而刷哈包風圈的影響 屏東地區尤其恆春半島 特別要留意風力比較偏強 下雨情況也都會比較偏持續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整體的雨量觀測 從今天早上到現在 目前整體的雨量觀測主要就是在 東半部地區下雨情況是比較明顯 雨量量值比較高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台東跟屏東 都有來到50毫米以上 甚至屏東縣山區有到98.5毫米的情形 我們要提醒 有期間上局目前發佈的是豪雨特報 針對包含花東地區 屏東山區是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在恆春半島也會有局部豪雨發生的情形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北台灣地區 尤其是新北宜蘭交界的地方 下雨的情況也是比較明顯 我們從雷達回波度可以看到 距離颱風比較接近的地方 其實下雨比較強的地方 都是距離颱風最近的部分 那麼恆春半島這地方 因為距離颱風是最接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降雨的情況是比較持續 下雨的情形也是比較明顯 當然在花蓮 還有甚至在北台灣 尤其大台北跟宜蘭這地方 主要有一些颱風的風場 跟環境風場的交互作用 因此也可以看到在北宜蘭 大台北地區下雨的情況斷斷續續的 今天是蒙開學日 許多朋友大概在中午的時候 打脫台的放學 因此我們要提醒在這些地區的朋友們 外出記得要攜帶雨具備用 而至於整體的定量降水預估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白天 今天晚上 在明天白天這段期間 主要降雨的熱區 除了東半部地區 特別要注意都是剛才提到的台東南端 還有屏東南端恆春半島這些地方 下雨的情況依舊是比較持續一點點 隨著颱風明天持續向西移動 環境比較偏南風以後 到時候在中南部地區 其實天氣也是比較不穩定 下雨的情況會比今天來的更明顯一點 颱風更遠離之後 在明天晚上到後天清晨這段時間 下雨情況會有逐漸緩和的趨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白天的溫度 今天整體來說在東半部跟西半部 其實天氣是比較明顯的差異 主要受到中央上面的影響 因此在西半部地區 反而因為颱風外圍環流成降的作用 在桃園到高雄這地方 溫度相對還是比較偏高一點 西洋局今天持續發布的高溫資訊 目前在11點可以看到觀測 尤其在苗栗、南投、新竹、台中 大概都是有36度左右的高溫出現的情形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這高溫所帶來的影響 而注意風力的部分 到11點的觀測也可以看到 在黃色、橙色、紅色分布的地區 主要集中在恆春半島這個地方 這代表平均風有達6級 或陣風到9級的地方 除此之外 在蘭嶼、新竹、以北沿海 甚至在金門、馬祖 可能都有一些較強的陣風出現 西洋局持續發布陸上強風特報 今天有9-10強陣風的區域包含橫春半島 陣風8-9包含的是東南部地區、蘭嶼、綠島、新竹、以北 跟澎湖金門、馬祖 這些地方還是要留意強陣風的情形 而至於浪的部分 早上我們有提到 大概在台東、蘭嶼還有龜山島 都已經觀測到長浪 在11點的時候 新增的包含像鵝鑾鼻跟小琉球 這些地方也都觀測到長浪 這代表台風逐漸接近 長浪的區域逐漸越來越廣 今天預估全台各地會逐漸都有長浪發生的情形 特別要提醒在橫春半島跟南部沿海 在今明兩天可能都會有6米左右的浪高 請盡量避免到海邊活動 我們再看一下未來一周的天氣 在今天早上8點的預測圖 可以看到在台灣南端是有個9號颱風蘇拉 另外在東側有個11號颱風海葵 另外在更東側有個熱帶性地氣 13號編號 整體來說台灣是處於一個大的低壓袋環境的影響 未來其實整個低壓袋環境持續籠罩在台灣附近 現在未來在這一周 受到低壓袋的影響來說的話 台灣附近的天氣是比較偏不穩定的 而由於這三個天氣系統 這三個熱帶性地氣 都是處於在一個大的季風低壓袋裡面 它之間的交互桌的影響是非常的複雜 相對將持續密切觀察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除了在週三週四的降雨之外 週五之後我們也提到低壓袋環境的影響之下 台灣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各地可能都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尤其在北陰陰封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下雨的情況是比較持續 中南部尤其要留意午後以後 雨勢可能會比較明顯比較偏大的情況 最後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兩天 華東地區恆春半島高屏山區 特別要注意會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情形 另外在風力的部分 恆春半島會有9到10級的強風 其他各地也要注意較強震風出現的情況 而至於浪的部分 浪是逐漸增強 在恆春半島 南部沿海地區 特別要注意會有6名的浪高 此外 在年度大小的影響之下 西半部沿海地區 要特別留意海水倒灌 跟局部淹水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這一節最新的氣象資訊